各位親愛的同志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由萬通國際投顧 林中祥為您製作的標古及先鋒 好我們看一下今天禮拜三 那今天大盤在這裡呈現一個開高 殺低再回到平盤的 各位來看一下大盤 是不是大盤這樣 開高 殺低 再回到平盤 盤中最多漲多少 盤中最多再漲100點 最多跌100點 跌105點 收盤收在平盤左右 那我在這裡怎麼做的我就怎麼講 那我有教過投資朋友均價限的理論 來各位我們今天先講一下我們今天的操作 今天的操作各位我們看4961 好各位開盤 是不是衝到320 我通知我的會員320有壓力你不要追 各位實話喔 我可以把我的call訊給你看 但是我說300塊支撐很強可以買 老師 320賣299買回來 那個葉同學 他買了299 太厲害了 湯小姐 買302也不錯 收盤308是賺錢的 對不對 你看到這條均價線 看得很清楚喔 各位對不對 好你只要賣在這個均價線以下意思是說你賣在308以下 你就後悔了 因為他在這裡尾盤的時候他在這裡還急速拉上來 你看到沒有 好各位來 我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月線即將扣底低值了 已經開始扣底低值他月線是不是要往上 那從209漲到347是不是漲太多了 他本來進度要修正一下 那修正一下是不是來靠近月線是要400點 當然340塊你不可能去追 我也沒帶你去追 對不對 所以今天回到多少 回到300塊當然要買 你怎麼可能賣在300塊 300塊我們還在買 那你賣得看我們買走了嘛 那送盤拉上來吧 好重點 各位修正三天 那明天應該是收紅K 明天應該收紅K 主力從頭還沒閃 好 各位 昨天天譽殺尾盤 那是因為非凡有一個 有一個老師在那裡講說 這個什麼 敦泰 賺的比天譽多 他沒有道理 差天譽 結果敦泰昨天掌停 但是你知道嗎 我問你 今天的敦泰是不是 你買任何一個點都輸 因為他今天要殺回來 你要說敦泰比天譽好 各位你自己去考慮好不好 你看一下敦泰一天拉回拉回幅度多深 老是這個創高拉回本來就正常對啊 那你敦泰能不能買可以啊回到月線再來買吧 月線在這裡嘛 對不對 回到月線再來買吧 你看今天殺出一個大量 昨天漲停板又怎麼樣 昨天漲停板你今天不賣 你死的很難看啦 對不對 你看這個均線 有沒有 對不對 來 我在這裡再一次跟你講 4961 來 最高是多少 320嘛 對不對 是不是320 沒錯嘛 320嘛 最低298.5 我說300以下啦 老師我掛298買沒買到 葉先生買299 他買了還不少 買了大概三張吧 收盤又加碼 好 各位我說話我負責就是這樣做 我說話我負責我們就是這樣做 來3406的郁金瓜 最高多少 498.5對不對 我開盤以前請會員掛498萬 6萬 你看啊 從 360幾到498 你賺了130塊了 你還不賣一下 老師為什麼要賣 因為 短線有壓力嘛 那回來多少錢買 回來 月線嘛 他再回來400我就買 對不對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對不對 各位 賺了100多塊不賣 價差100多塊 498 還有36 36 369 差120塊 你有沒有賺120塊 各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原相 老師沒過 尾盤有人收50張 老師剛好碰到壓力 老師你怎麼做到 你看剛好碰到這個壓力 對不對 從160漲到190 30塊了 就碰到壓力 會在這裡修正一下 修正以後是為了怎樣 為了在這裡營收公布再抽 好 各位 我跟各位投資朋友解 盤面上 盤中 看的跟我想的是完全一樣 對不對 6531的愛普 這我的成名代表作 對不對 300塊我叫你買 你也不敢買 老是300塊怎麼可以買 所有賣出信號一堆 對我知道賣出信號一堆 你300塊不買 你會買到400塊 因為買進信號出來了 300塊我買 400塊我賣 老師聽他還好 再回到300塊 老師這破線破價怎麼可以買 我再買 湯小姐就是那時候來參加的 300塊到450塊我賣掉 賣掉以後380買回來 老師這個380買回來就有道理了 因為站上均線 老師這裡是跌破均線怎麼可以買 他就做就是拉上去 老師380你這裡買就對了 然後那個 股神系統是450買 人家做這一趟在電視上就大小聲 我300買400賣 我300買450賣 我380買 我750賣 750賣掉以後 各位 我700買回來 我640我再買 然後850賣 780買900賣 現在在這裡 我還是帶你做 對不對 我哪裡500多塊有買啊 600多塊還買啊 700塊我先不買啦賣掉啦 老師能不能買可以啊 跌回來就買啊 你看指標再修正了嘛 對不對 亮縮了嘛 再跌回來就買嘛 對不對 各位我講話我負責啊 有做就有做沒有做就沒有做嘛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五三五一的預創 尾盤 收不多啦 100多張收上去啦 今天沒亮 你看這個均加線是不是沒 很多人說老師我們今天來做預創的當中我說不要 我說不要 因為均加線都沒有站上為什麼要做 對不對 各位 尾盤有收上來了 看到沒有 他的月線即將扣底低值嘛 他這一波是跌破季線又上來 你不要看 從這裡 這裡是多少錢 20塊漲到 26塊9 講了三支漲停板了 7塊錢 7塊錢不是三支漲停板 那本來就在你休息一下嘛你看一下 休息的時候沒亮嘛 這裡5萬多張嘛 那你認為他 休息兩天他會再拉一根漲停 我認為很有機會 所以我們今天 沒有做預創 我們今天買賣非常的清楚 每天都有買有賣 3406的郁金光 498賣掉 而且一定賣得到 我的會員就說 老師我開盤以前我掛498會成交嗎 他們沒有信息你知道嗎 我說你掛著就對了 結果最高498.5 老師厲害 你怎麼那麼厲害 我的工作 我在這裡教你258 258我有教你啊不是沒教你啊 4961的天譽 對不對 320最高 對不對 我說320 有壓力喔 聽得懂的就賣掉 那聽不懂的沒關係 老師又會call 買進賣出訊號 從明天開始 就等於這樣子 好 然後我說 我說 320有壓力 300塊有支撐 那人家聽得懂的就300塊就下去買了 300塊一定會成交 298不會成交 299會成交 300塊一定成交 好 你看 大盤繼續再殺他已經殺不下去了 他開始在拉 拉了拉了拉了拉 這一條均價線竟然把他拉上去 那我問你他是強還是弱 收盤剛好收在均價線 有沒有看到 這裡有條均價線 有沒有 所以各位啊 股票視察有那麼難嗎 有那麼難嗎 對不對 我有一個客戶還問我說 老是4943 康控漲停 昨天漲停我說續爆 他說康控漲停他要不要賣 我說隨便你要 你要賣也可以 各位 你看幾支漲停的 從50漲到今天80 漲30塊錢 漲6成 漲6成 好難喔 老是這股票還漲6成 100萬 被160萬 老是這個電子股怎麼會有這種行情 但是因為你不懂 對不對 你不懂我講實在話你不懂 懂了就不會有問題 我講話我負責任對不對 懂跟不懂還是有差別的 好 老是 都是在漲航運股 對啊 今天航運股 哇這個成交量多少 又六十幾萬張 我告訴你 有一點畸形 航運股只有幾檔股票 竟然總成交值比電子股還大 那電子股全部倒掉算了啦 盧超群你的公司也不要開了 你改正改成怎樣 這個 預創航運好了 開玩笑 這有一點畸形 我講真的有一點畸形 那沒有關係啊 報紙每天在報啊 疫情每天在報啊 這個 因為疫情的關係在航運沒辦法 我告訴你那疫情過後了 老是現在疫情還在 還在延燒 我告訴你有開始慢慢在降了 我問你啦 長榮 這麼強對不對 我承認他強了 來看一下 老是我買六十塊 六十塊到多少 那今天 也賺蠻多啦 我問你啦 你如果買的是郁金光啦 你可以從 三百六十幾 到 四百九十八 賺一百塊 難道電子股每一家公司都要倒了嗎 讓你賺一百塊 我說話我負責 對不對 四九六一的天譽 老是 兩百零九到三百四十七 老是 賺一百四十塊 我今天又買回來 高出低階 均價限 如果你們大學生在這裡做股票 你不要看懂這個東西好不好 我教你 因為我的客戶都會了 真的我的客戶都會了 你還不會的話 那你就 白白看我的節目 每個老師都掌停板拿出來講 你看我的股票掌停板 我的股票掌停板 跌的時候都不敢講 我掌跌我照講 全市場只有我這樣 因為我看得懂 我不是看不懂 我不是跟你們一樣 對不對 好 來看一下 誰比較強好不好 誰比較強 好各位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這個圖把它縮小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圖縮小一下 這一波受到疫情的影響 從17700多點跌到 15159 對不對 他是不是第一次跌破了所謂的季線 因為季線往上 所以他跌破以後他會上來 跌破以後他會上來 好 在這裡漲了幾天 12345678910 11 12 13 第13天 13是轉折 所以今天收一根十字黑 但是你注意到了 因為月線未來扣底的是在 開始要扣底的 所以這個月線 歪給會往上做走高 對不對 技術分析你要學 我教你 我還寫過技術分析的書 我還寫過當日衝銷看板技巧 好各位來繼續看下去 好 那我給你3406的玉金光 對不對 從369 12345678910 11 12 13 13天 高檔借一個轉折 那因為月線扣底低檔值 所以你在這裡如果先出 他未來會有機會 慢慢亮縮的時候 他會回來 或是走橫盤都沒關係 對不對 因為他缺口會補了 你看這裡左邊有一個跳空缺口 右邊這邊有一個跳空缺口 對不對 所以這裡賣的 都是輸家 這裡買的都是贏家 對不對 那今天賣498很漂亮 好各位再回過頭來看一下 4961的玉 對不對各位看一下 好 12345678910 11 是不是在這裡 他昨天上引線 所以沒有叫你追 好現在下來了 那月線是不是要扣底低檔值 所以他今天一定會有下引線 那明天電子股 他是黑了 那明天應該就開高走高 開高走高 那明天應該不會再跌到盤下 應該不會再跌到盤下 各位我這樣講 那你說 3545的 敦泰 各位 你看 好我們說150 150漲到200 今天漲到230 3嘛 漲80塊 他漲的有沒有天玉多 沒有 他的線型有比天玉漂亮嗎 沒有 對不對 所以我們為什麼不買 敦泰 我們買天玉 說不定啦 說不定敦泰再跌下來我就會 我就會買了啦 但是各位我要告訴你的事 當我買的時候我才告訴你的 我沒有買以前我就跟你講我沒有買 真的就沒有買 好 來5351的預創 各位 你看 月線有沒有破 沒有破 沒有破啊 量是不是說 是不是漲上來了 月線未來扣底低打 季線往上月線往上 那是不是要出量供 這裡有一個缺口 這個缺口還沒有補嘛 老師會不會補 告訴你一定會補 缺口理論沒有缺口不補的啦 所以你手上有人就抱著 缺口要補 出大量 15000張20000張你要賣再來嗎 你要追到時候再做當充 我講話我負責 對不對 3227 原下 你看 老師有夠準 這個缺口是不是補掉了 前兩天補掉了 月線是不是又開始要往上了 對不對 各位今天的高點是不是剛好碰到這條線 碰到這條線本來就要 頓等一級了又沒量怎麼會過 老師我可以先賣一趟 可以啊 隨便賣隨便賺 可以啊 不賣也無所謂 對不對 我講話我負責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樣子 因為電子股沒有量你看 昨天1900多張 今天1300多張 某人貝貝 比前原相成交量都一萬張兩萬張的 那現在大家去做什麼 都去做長榮啊 陽明啊 華昂啊 那誰在買原相 外資在買啊 外資連續兩天大買 一天買幾百張 那外資是呆子就對了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在這裡教你的 你懂 好 各位 我再把call訊給你看 我們有call訊 對時對價 各位如果說我在這裡 有任何一個字虛偽造假 各位在這裡 我就在這個地方 會員拿出來對時對價 看到 你把他拍下來 好來各位 今天電子股量不夠不必衝 預創在這裡量縮不要衝 天譽 今天的高點在320 最低點應該在300塊智商左右強 而且 我告訴你 我call的時間是9點多 9點多 9點多 後來 在 11點多我又call一通 因為 會員會怕 老師打下來會怕 我說你放心300塊一定不會破 結果我call不會破以後就一路往上拉 你有什麼樣的老師 你自己問自己 明天天譽會不會收一根紅棒 開高走高 或是開低走高 或是開平走高 你自己看 明天天譽會漲多少錢 老師天譽會不會漲10塊 我認為會 會不會漲20塊 我不知道 各位 我這樣告訴你 夠清楚了吧 所以各位 任何股票的問題 在這裡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W1788 標股極先鋒 好不好 W1788 標股極先鋒 各位在這裡 我在這裡跟你講 W1788 標股極先鋒 專門計算主力籌碼給你 底部亮說好買點 高檔爆量出貨 專門計算主力籌碼 我計算給你看 你會發覺 老師 你怎麼那麼厲害 我講話我負責 好不好 祝各位投資票操作順利一塊 各位 W1788 標股極先鋒 看我在這裡 對抽馬的掌握度 明天 天譽 我認為 漲10塊 不是問題 好不好 會不會漲20塊 甚至漲停擺 各位 拭目以待 祝各位操作順利 本公司以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破例 其餘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判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